大家覺得執掌Sky Rally的現任設計師Daniel Rosemary是神還是神棍呢? Hello大家好,我是阿翰 大家好,我是你的LoLo 歡迎回來我們的頭牌秀場 好,是買不起,並賓一下我們BB 今天要來看哪一場秀呢? 前段時間很火嘛,就是Sky Rally的2023秋冬高級定制秀場 這場秀很難評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她踴躍地為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幣哦 如果可以關心,也關注您的支持收買節目都要需要最大動力 廢話不多說,我們先上秀場 我們先去看哪一屆 我們先何時去看哪一天 要連到答案 請給點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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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设计师的原罪可能就是中国设计师 就还蛮戳心窝子的,一旦你发现这个真相之后 但是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夏天之夜》的节目 你会知道现任设计师Daniel Rosemary致敬的也不太少 Lulul在写这篇文案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我们在讨论 我又看到了无数的对比图 我说Daniel这次又致敬谁了?又致敬了百八十个人吧? 而且他个人也不否认他的致敬 他也说过他自己的设计方法就是Vorgio Ablo的那一套理论 改变百分之十就是一个新的设计 这个就是他的创作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本次秀场中Daniel对其他品牌的借鉴 比如说对T&T Mubler1994年和1998年的Corsair Look的借鉴 一些大过程上对John Galliano在2003年Dior高定的致敬 我觉得他的这些大过程相比于这场球里面 好像跟Dior的那些鲁克放在鞋好像更合一点 更像是一场秀 对吧? 我们再把秀场中人体烹会和Lee Attenham McQueen 在2005年男装春夏秀场中的设计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让人会觉得似曾相识 但Daniel Rose Perry可以那么大胆的借鉴 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因为组上太阔了 这次的人体彩绘 其实Alsas Capralli在他当时就已经做过了 所以到底算谁呢? 算时尚时的发展 那我们再来看本场的高跟鞋和麦坤09年的高跟鞋的对比 但是早在Alsas Capralli的时期 Alsas Capralli专用的鞋旅设计师Ander Lier 她设计过五指鞋 等于说麦坤她不是第一个设计师五指鞋的设计师 那Scapralli早就设计出来了 麦坤直播改良了一下 然后现在她又去改良一下麦坤的设计 其实不只是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熟悉国外设计师的外国网友 也指出了本场秀里面这些似曾相识的look 说像以前的YSL,像Tienky Mugler,像麦坤,像海盗爷 只能说就是态度保贬不一吧 但是说实话海盗爷当年也拿着夏帕瑞莉的报纸群 放到了Dior修厂 后来被欲望都市里面的Carrie穿了以后又名垂前谷 大家好像也只记得是海盗爷的报纸群 并没有说是夏帕瑞莉的报纸群 而且就比如说像Lee Alexander McQueen和海盗爷 他们是把奶奶的一些就是元素提纯了 然后做出了更容易让人记住的东西 所以就是很容易就大家会觉得是他们做的 我觉得Scarp Rally的现任设计师Daniel Roseberry 就是找人或者说找reference角度都蛮精准的 因为他找的那些设计师你可以看到 他借鉴的都是共创了那个美好年代的那帮明星设计师 而且就是那些明星设计师所当时执掌的品牌 我现任设计师也没有再延续做他们的东西了 比如说麦昆就是现任设计师Sarah Burton 没有再去做Lee做过那个五指鞋了 现在是巴黎世佳在做 那你说巴黎世佳 巴黎世佳把Elsa Scavarelli的五指鞋的鞋跟放在墨镜上面 就是那个twist 但是我要说一句 就是虽然就是说Elsa Scavarelli 他这个五指鞋就是又inspire了麦昆 又inspire了巴黎世佳 但是是不是Elsa Scavarelli年代的这双鞋子太复杂 放在现在是无法成为爆款的 就是后面的设计师用年轻的眼光把它重新演绎了一遍 他才会变成爆款 哎呀 这个还是你那句话时尚时的发展 对 OK我们收 再回来看一下本次收场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嘞 设计师是这样说的 Sparked by the House of Scavarelli's long involvement with artists 和Sciaparelli有关系的艺术家们 他这艺术家就范围很广 就是任何设计艺术的工作者他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嘛 所以本场不管是和Sciaparelli有直接关系的艺术家 比如说像大力 还是说和他就是关系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些艺术家 都可以被Daniel Rosberry拿过来为自己所用 是的 比如本次秀场上面大量出现的克莱因蓝 Daniel的解释是 Thinking about Scavarelli's classic gold embroidery led me to discover that a vibrant Yves Klein Blue lies at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color spectrum 翻译过来就是说因为Sciaparelli 经典金色刺绣 让我发现色款上金色的对比色是蓝色 所以出现了克莱因蓝色 这个解释是不是就跟上次的秀场启发于但丁的神曲一样 就真真是硬层 对不对 但是 你说不上他 我感觉他有一种在挑衅的意味在里面 我觉得中国设计师们可以学习Daniel Rosberry的逻辑 因为Elsa Scavarelli她本人非常喜欢穿中国服饰 然后你作为设计师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借鉴现在Sciaparelli的设计 对,Daniel Rosberry她借鉴的不是Elsa Scavarelli的原作 她借鉴的是其他设计师借鉴了Sciaparelli的作品 对,以笔之矛攻击之作 其实她第一次借鉴秀场出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师出有名 还是底亲 是底子 但是这次出来 你们如果就是借鉴后面的人借鉴的作品 我觉得有一点借鉴的 对啊,你说很挑衅嘛 我们再说回克莱因蓝 这次也不是Daniel第一次去碰瓷克莱因蓝了 在2023年的春夏成衣秀场里面 也是借鉴了Yves Klein的人体印刷作品 然后把蓝白两个颜色调转了 克莱因作品里面的蓝金配色 也远风不动地给到了春夏成衣的配饰 阿里有一个Daniel的强行解释 说金色在色环对面是蓝色 真的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Elsa Scavarelli之前 就在美国好莱坞闯当的时候 做戏服设计师的时候 在电影Everyday is Holiday里面 就使用过蓝金配色做设计 你不如说我的灵感来源于Elsa Scavarelli的传统的已有的设计 也许按照之前2022秋冬秀场的设计 Daniel Roseberry想表达的是 现在被大家所知的名声赫赫的设计师作品 其实老早就已经被Elsa Scavarelli做过了 所以我在写完案的时候 就是态度非常的摇摆不定 真的是很难评 我觉得从身体印花的创作手法 到金色方块上面有五官的设计 就只能说原版的Elsa Scavarelli的设计里面有蓝金配色 但是Daniel Roseberry致敬Eve Klein的设计更明显一些 更直白一些,更连接强一些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Daniel Roseberry就仗着品牌之前 有做过类似的设计 然后疯狂的抄鞋 更加优秀的设计 因为它是Scavarelli 所以它可以抄全世界 我觉得它这个观点真的很适合介绍给中国设计师 就比如说皮尔卡丹做的飞奸秀 它也是来自于中国文化 那你现在就去抄皮尔卡丹 那除了Eve Klein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哪些设计师 也启发了Daniel Roseberry的设计吧 比如说Look134 让我想到了美国电影演员May West 在电影Everyday is Holiday里面 由Elsa Scavarelli所设计的白色帆毛铃礼服 Look2则是来源于Elsa Scavarelli 与艺术家Jean Crocteau的人脸刺绣群 但是本场的表现手法感觉是更靠近 一张本人的就是绘画的那种艺术风格 也就是这种铅笔阴影素描的风格 再来往下看 Look1021可能是灵感来源于亨利·马迪斯的画 模特的那个儿坠和马迪斯的画 那个形状以及配色都非常的像 是的 当然也有可能配色灵感来源 Scavarelli以前的香水海豹 你可能会好奇 马迪斯和Scavarelli有什么关系 那这里就要祭出马迪斯的名画系列 交流的conversation里面的裙子就是来源于Scavarelli 而且不止一幅哦 好几幅画里面的裙子都是Elsa Scavarelli的 对,那据马迪斯的儿子回忆 他爸当时会买很多高级定制的摩托船 所以两个人就关系肥浅 也没有肥浅吧 所以说对于Daniel来说真的是祖上赏饭吃 相比其他品牌挖通心思的到处找灵感 Scavarelli简直就是家里有矿 而且Daniel Wilson使用的方式非常的灰魄 他一场秀里面能集齐很多很多的 别的品牌能做实际的东西 主要是Scavarelli老奶奶他的社交圈太厉害了 就随便抓一个都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 那我们再来看到秀场look16 灵感也许来源于1920年欧洲红极一时的舞蹈艺术家Josephan Baker 他性感大胆带有非洲风格的舞蹈动作 充满着欲望和生命力 几乎全裸的表演服装就当时惊呆了欧洲的观众 切合着20年代全球文化因为交通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剧烈碰撞 他也一度成为欧洲出入最高的女演员之一 同时也成为很多艺术家比如说毕加索的《灵感谬斯》 玛丽莲·梦露在电影《Gentlemen Pray for Bronze》里面 《绅世爱美人》里面中经典的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brand的场景中 也是模仿她的电影Zuzu的舞台 而梦露穿着衣服的颜色就来自于Elsa Scapparelli里的Shopping Pink 当然Josephine Baker她本人也是Elsa Scapparelli的粉丝 经常穿着Scapparelli出席一些演出的场合 本资球场当中这件黑色羽毛的设计也可以在Elsa当年的设计里面找到相应的reference Look13和Look18里面飞翘的裙脚也会让人联想到Josephine Baker 经典的飞翘香蕉裙 而Look14、16、16、26里面的那种煞和尚猪脸 灵感来源可能也是来自于Josephine Baker充满浓郁非洲风情的猪脸 或者也可能来源于Elsa Scapparelli对非洲文化的喜爱 我发现Elsa Scapparelli喜爱文化很多呀 以上就是我们在秀场里面看到的和Scapparelli有或多或或少关系的艺术家们 而Look15这幅很像油画的景深裙 是设计师Daniel Rosperry看到英国画家Lucy Anne Fruitt的工作室后设计出来的裙子 除了和Daniel Rosperry个人的关系 我没有找到他和Elsa Scapparelli有任何的联系 当然我们对会话专业还是没有那么熟悉 如果屏幕前的你知道他们有什么联系也欢迎告诉我们 我是没有查到他们之间有任何的关系 以上就是一些客观事实 然后我其实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 截然不同的观点想分享给大家 那角度A是看完这些信息以后 大家是不是很难去找到一个落脚点去分析整场秀 然后就感觉特别乱 而且整场秀设计致敬的感觉很严重 我们假设Daniel Rosperry的设计为C 别的设计师的设计为B 创始人的设计为A 我们可以看到别的设计师的设计B 虽然可以追溯到Elsa Scapparelli的设计A 但是Daniel Rosperry的设计C更贴近B的设计 而不是创始人Elsa Scapparelli设计A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操作是以老买老的偷懒 还是故意对时尚圈的挑衅 更不要说像对但丁神曲克莱因兰 以及和品牌毫无关系的画家Lucian的使用 这些设计手法非常的直白,非常的浅显 我是看不出设计师Daniel 以这些艺术家为起点 进行更有深度的思考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材的问题 你以点为出发 然后就创造线、创造面 就是会比较的调理清晰 但如果你手上的东西太多 你会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那最近这两场秀呢 其实我们在评的时候也是蛮矛盾的 因为确实在秀场主题上面没有那么的明确 就不像之前的21春夏高定是女性力量 21的秋冬是斗牛式 2022春夏是宇宙幻想 2022秋冬是鲜花 你看就之前秀场一句话总结 就一个短语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在说什么 最近两季就非常的混乱 让我有一种虽然品牌本身底子非常的丰厚 但是相比于之前就是灵光四溢的几届 最近两季看下来给人一种现实设计是有些疲软 或者说江南财经的感觉 那我感觉就是灵气被抽掉了 可能高强度的工作吧 就只剩下一个就是单一COPY的课 所以从角度A看的话 就是给到Daniel以及这场秀的评价会比较低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角度B 就是我们要借用一下艺术史来看时尚史 众所周知Skybrelli这个品牌引以为豪的 就是超现实主义的设计风格 那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呢? 它发展于打打主义 那什么就是打打主义呢? 打打主义其实是一个反对现有的艺术体系 追求清醒状态 它拒绝所有约定俗成的艺术标准 它带有一种幻灭感 它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 我觉得当赛上将小变池作为艺术品 展现在画廊的时候 过去的艺术和现在的艺术就有了一个节点 之前可能是浪漫主义、镜像派、写实主义 到这个节点之前 人还是正常的 对呀,你是能用你的个人经验 或者说社会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价值评判 去评判一部画 那这个节点之前 我们回看到时尚圈 那时尚圈基本上95%的品牌 都属于那个时代 就是旧时代 你能从工艺、面料、剪裁、配色 你就能分析到这场秀的 还是按着规矩在走 对,依然是处于追求传统美感 追求理性的传统审美阶段 也没有说好与不好的意思 相当于冷冰气和热冰气的区别 你还在我眼里看 那我们再看到时尚圈 谁是大大主义 那就是Martin Magella 那现在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巴黎世家的设计师Damna 我觉得Magella 是一个时尚式的节点 之前的那些时尚品牌 都是向传统神尾靠拢 然后呢 这两个设计师提出了对时尚的质疑 或者说提出了对奢侈的质疑 就像艺术家提出对艺术的质疑一样 他们力图打破之前的时尚与序 所以很多人说看不懂 因为看不懂的人 对艺术史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 特此声明看不懂也很正常 就是稳道有先后 书页有专攻 我不觉得就是我知道艺术史 就比不知道艺术史的人高贵 那再回到超现实主义 那超现实主义是 打打主义发展到巅峰以后 连最后的那个正常的理性也不要了 抛弃了 打打主义是反对旧秩序 要求新秩序 那还有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一个东西 这还有秩序两个字 对 那超现实主义呢 它是依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强调直觉和潜意识的艺术风格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就是要把自己潜意识里面的东西给表达出来 那就是超现实主义创作 据说当年达利为了用潜意识创作 就一边睡觉 一边手上拿一大串钥匙 钥匙下面放一个铁盆 就是当他睡着的时候 那个钥匙啪掉到铁盆的时候 他突然惊醒 然后就在似梦未梦 似省未省之间开始创作 就把自己刚做过的梦给画下来 是的 然后就创造出一些具有现实中的意象 但是正常逻辑又无法解释的超现实主义画作 但是啊 如果说就是以意识来评价一个作品好坏的话 这个在超现实主义里面完全不成立 你凭什么觉得一个五岁小孩做的梦 就比一个五十岁的文化人做的梦低贱呢 但你要能画出来 对啊 所以我就说品牌他是不是艺术家 还是要看他画的技法不是吗 对 每个人都有意识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 对,那为什么打力的就是艺术质 你摸的就不是 对吧 对,就是这个问题 那背景知识说完 我们再用这套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来看一下Scavarelli的秀场 其实就 与自己和解了嘛 就你是无法用正常的逻辑 去分析超现实主义的夏巴瑞V的秀场的 或者说你用那个超现实主义去分析夏巴瑞V的秀场 一切就说得通了 那些所谓的抄袭也好 致敬也好 都是设计是Daniel Roseberry的潜意识的表达 他也许从小受到这些时装大师潜意模画的影响 又也许是因为在研究夏巴瑞V的时候 发现了他们就是这些大师设计的相似之处 然后又下意识地去把它设计出来了 因为当你是从潜意识出发的时候 你是已经没有什么创新可言了 潜意识是对现实生活的反馈 就是像达利他是把做到的梦画下来 他是个记录者 他不是一个创造者 他的梦反映于他现实的影响 什么东西影响到他 并不是他主观的创造 那就是对于夏巴瑞V的秀场来说 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为就是你在用理性尝试去分析一个非理性的事情 就显得你很自作动机 我觉得一个东西成为艺术品创作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不管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它从灵感来源变成一个实物 或者变成一个结果 当中必须是有人为他创造的 然后他这个结果的价值高低 是在于他创造过程的高低 他有创造从梦中到现实的一个过程 这一段是他的创造过程 但是你刚刚已经评价过他的创作手段了 你觉得比较的直白浅显 那这就不是一个高的评价 直白浅显但也有创作 只是含量比较少嘛 那我们再看到和品牌毫无关系的画家Lucian 出现在本场秀里面其实也合理了 因为Daniel Rosemary看过了Lucian的工作室 Lucian的工作室 印象有在了Daniel Rosemary的前意识里面 他根据前意识在做创作 所以他就在出现 Daniel Rosemary如果 之后一直用这样超现实意识流的设计方法 那他怎么做都是合理的 他下次可以都不用费劲地做条裙子了 他就可以让模特全身喷墨 然后把喷墨机卖给你 你自己回家喷吧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高级定制两体才艺呢 对吧 其实这个在巴黎释迦和玛吉拉里面都做过这样 一般就交代给你回家自己缠吧 缠成什么样就是玛吉拉的衣服 以此来看的话 我们再回看到很多的时装评论人 对斯卡布拉利这次秀场的一边倒的夸战 就会发现如果你是在夸他的衣服细节 夸他的做工精巧 约等于是在用欣赏传统服装的方式 去欣赏超现实主义服饰 你和他的服装其实并不在同一个维度对话 你在17世纪他在19世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会说 那样子的夸赞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 像一个沙滴 所以我说他渐渐的 他这样子做让谁让所有的人都像一个沙滴 我个人觉得如果他一直以这种方式来创组的话 他不用对衣服的形质有任何的警警 最后他让一个人光屁股走出来 他也符合他的潜意识的创作 这不就变成了一个皇帝的心意吗 但是我现在在Daniel的衣服里看不到情感 我能看到有那个东西 但我看不到情感 他像一个选择踏影机 但是就在别的设计师 以自己个人经历为出发做的秀场 我能看到浓郁的情感 就那个我是OK的 就是那个是你的潜意识 是你的经历 就算你是可能会有落入潜意识设计师的这个道路 但我觉得是OK的 是一个情感的表达 因为能表达情感是艺术的一个非常高的表现形式 但是而不是说就是 我今天看到红绿灯 所以我下一个秀场 我要用那个绿色黄色和红色 他的创作方式不就是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的本质它要动人 如果说你是一个copy paste 它没有能动人的成分 你加入了自己的情感 加入了自己的演绎 或者说我们退一万步说达力 他确实把自己的梦境画下来了 但是他的那个画作的手法 他的画画的风格是统一的 然后我能感受到这个人 他有自己独特的审美 然后有自己独特的情感 那他是可以被称作是艺术的 而不是说就是你做一个拼贴画 可能你博彩重成了 所有人的影子都有 但就没有你 但是他形容这场是一个clash 但是就是之前 他刚进驻skype rally的时候 我能看到Daniel这个人 我能看到他身上的灵气 能看到是一个就是从美国德克萨斯出来的 然后来到了欧洲巴黎 是一个想要闪耀的 一个未经打磨的钻石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就是往后缩 然后让旁边那些 其实跟他毫不相干的人把他围住 就把他挡住 他想躲在后面 有可能是Daniel比较涉口 因为我也见过他两次 我觉得他真的还蛮害羞的 你这个是场外信息 是 你跟他的性格没有关系 你要看他的设计出来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想批评他的设计的时候 我会有些于心不忍 因为在场外信息 我得到的信息 他是一个挺nice的人 所以就说明什么 不要跟摄影师单子见面 就我真的会有点于心不忍 因为我觉得他的个人经历 其实蛮动人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他在时尚圈缺席了大概几十年 他需要干净地把这些东西都抢到自己手上 他像一个很贪婪的人 他每一场秀只做一套look 抢一个设计师 就抢一个艺术家 然后就开始做其他人 这个明显就不是一个对一个艺术家的历史 或者绘画风格 或者艺术风格 有一个深入思考的动作 他不管他先抢过来 就非常aggressive的一个attitude 但是真的能记住什么吗 比如说对比YSL 他每次就做一个扩行 一个剪影 但是你每一场你都能记住那个剪影长什么样 对啊 但可能是人家的一个strategy 你也不太那个 所以我现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 就一边倒地去夸他 就夸他什么 因为他很新 something new 目前Sky Rally究竟是高级的创作手法还是偷懒玩概念呢 是真艺术还是资本吹起的泡泡 我不知道 我保留我的观点 我展现出我的想法 这是我矛盾的想法给大家 只能说time will tell 时间会证明一切 那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 大家觉得执掌Sky Rally的现任设计师Daniel Rosberry是神还是神棍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秀场解析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觉得本期的秀场解析把你搞得七婚八素的话 就再看一遍 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做得还有一点深度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不要另一次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 如果可以拉近点关注 那我们下期投版视频再见 拜拜